請收看尾心世界 尾心論壇 在花三年 三三天 天吻永醒 日再見 祈求彼岸 永极下 那 花西傳裡在講 有天地然後有萬物 迎天地者唯有萬物 過世以臀 臀就是一直萬陽 迎者都一直成長 物成長以後我們就來教育 所以說我們品格教育的重點是在於 我們的小孩子的教育 不管哪方面的教育 通通要 那啟蒙就開始教導我們 那個古人說 能知子常樂 無求 品就高 所以說無求的話 就在哪裏七情六義 三毒稱稱之裏面 你不要貪得太多 你就是會很品德 就知性就很高 所以人類如果貪求太多就會動亂 師父以禮義大通編的禮來為天下為公 天下太平之道 這邊禮義大通編是自身先師孔子 在2500多年前就把那個智慧已經流傳下來 已經流行千古了 當代的民旨之父 國父孫中山先生 再來用我們建立在我們的 讓世界大統上面 禮義是建立在慈悲 建立在和諧 建立在互相關懷 不要互相傷害 要有智慧 所以禮義大通編裡面 其實以乾坑力爭 乾啊 乾 言亨力爭 也是在講智能勇 也是在講智慧 所以說我們這個智慧如果沒有開啟 藍天沒有開啟 我們就不懂得真思重道 也不懂得互相來愛護我們所有的人 也不能博愛和平 以忠孝仁愛 信義和平 視為巴德這些 來體力我們人生 讓我們的智慧能更和諧 那師父開始啊 禮啊 印 印就是應用我們的耳眼耳鼻舌生意 五官所記在腦海裡的這些傳在我們內心的 然後把它反映出來叫做做印 所以如果你禮義大通編沒有好好的去用 我們就沒有禮 沒有禮 我們失業就不會成 不會成 然後這個大了 那師父也開始了 大的世界有大同的世界 中 小 反正不管哪個世界 你們都要有禮 然後要建立一個安定的生活 若沒有易經的話 我們以易經跟風水來做基礎 我們也很困難 所以最重要也是要在 以孝道為主 好 那我要從這邊要 以師父啊 師父 小時候啊 年輕的時候要出去做事業 師母啊 師父的媽媽就是開師啊 叫我們是 我們是中療人啊 出去啊 要 不會要跟人家爭 不會要跟人家爭 爭的話 我們就沒有立足點 那我以這個來引心 我小時候 我在台中那個城宮林附近 我在放養的時候啊 我阿公也講一些話 我也要來 我要來跟長輩的話 來跟各位講述一下 我小時候阿公跟我講 我們是看養嘛 放養 要把養情顧好 把養情要顧好 不要去糟蹋人家的種植 因為我們在放養的時候啊 我們放出去的話 有山野沒有錯 但是有時候那個養情啊 它也會吃好吃的啊 人家種植的地瓜葉啦 甘蔗啦 秋吉這些農作物 那我們就是養 你沒有沒有好好教育啊 沒有管理好 因為它也要教育啊 這不能吃 那聽不懂 我們就是看著它 不能去吃 不能去糟蹋別人的作物 那我的祖母跟我講 她是說 開始啊 要穿蚵蚵啦 看你吃薄 穿蚵蚵看你吃薄 然後在養情後面 她就跟我講說 走路啊 不能拖刷 左路啊 不能脫鞋子 左路就腳要抬高 腳步要抬高 以台語來講就是說 走路不能脫刷 它的意思是說 因為我們在養情裡面 如果這個馬路上 羊在走路啊 它一直一直走的時候 那個沙人就一直往上吹 所以你如果走路在脫刷的話 那飛沉滿天會 你會影響到別人 影響到後面的人 你有沒有想一下那個 一百多隻羊群 然後在走路的時候 他們趕著要去吃好東西 有時候在跑 整個路上就灰塵滿天 那同樣的道理 走路不能脫刷 就是說 不要 腳步要抬高 腳步要輕 就是教導我做人做事 反正做事要謙虛 做事要謹慎 不要漫不經心的 腳就擋了 那我的老丈人 大自然的神 那如果聚餐喝酒的時候 他也要先倒一杯 在旁邊供養主靈 我就進來看他在祈禱 公阿嬤 這些寶寶要供養你 讓你 我們這樣一直很順利 可以得吃 那現在我每次到華人 跟我的丈母娘聚餐的時候 他都要我跟他喝一杯 他現在八十多歲 但是他要跟我喝一杯 他一次拿一杯酒 我就拿起來 就拿到旁邊去顧養 我丈母娘的主靈 然後那就才能自己喝 那再來我在下賽組的長老說 打淚的時候 遇到帶著小豬的母三豬 母三豬不要打 那他就開始 因為母豬帶小豬 如果把母豬打了 小豬會餓死了對不對 那是以慈悲養生養護 也是在教育我們 類物不要打盡了 要愛護 那不是當然是 以打類為生來講 當然看到什麼就打什麼 只是你看到母豬帶小豬的時候 你就不要打他 代表說我們要養育養教育 那再來因為我們人的智慧 有限都要從小去教育 你如果沒有教育的話 我們的生活就會迷難 就像我們的小孩子 如果你平時不帶他去到野外走一走 你不曉得大自然的深奧 有一次我騎摩托車 我騎摩托車的時候 剛好台風天 我就騎騎騎騎騎騎到 要去荷安山 剛好台風天來 從太魯閣進去 風景很好 很棒 平時的話是風景很棒 但是下雨天 颱風天的時候 山上的水會下來 然後我看到那個水 我好高興 那時候是二十七八歲 好高興 我就把他這樣啊 就把他穿進去 結果呢 我到了裡面以後才知道 那是一種愚蠢的事情 為什麼 瀑布下來 車子一進去 覺得好玩啊 衝浪衝水 結果一進去以後 安全帽裡面 油桶上面 大石頭小頭 都砸在我的頭上 砸在我背上 那我就知道 錯了 還好 沒有特大號的砸進來 砸下來可能就倒在那邊 結果過去以後 剛好到離山的 不 到那個 到我們 文翔 天翔 那結果 山崩了不能去 結果回頭 那回頭以後 回到路上 很多地方都探望了 那那騎機車 我再看到 哇 我剛剛騎過的地方 已經 路上一個大窟窿這麼大了 都是石頭 那我上街的時候 這樣騎結果去 如果萬一真的是一個大下來 大石頭砸下來 我可能就死在那邊 死得很難看 那是有沒有智慧 沒有智慧 所以說 這是缺少教育 所以同樣的道理 我們今天坐在這邊 也許你在聽我講 這個是小故事 但是如果你的小孩子 也要去爬山 你要跟他講 是不是要去海邊 是不是海溪間 或是說 剛好有斷崖 要很注意 因為有時候隨時 這個時候砸下來的時候 會砸到你 研換到 可能生命就 大的話 生命可能就結束了 所以 通通在教育 那教育的話 要品德教育 人文上的要教育 生活上也要教育 在教育的話 是以小孩子 從小就要教育 你不教育 絕對沒辦法成長到大 因為只要他錯誤了一個抉擇 錯誤的選擇 他可能就一命無愛哉 那 因為我準備了很多 不過就是不知道從哪邊開始 跟各位可以講起 因為我為了準備這個 我的那個論文短 以前打了三萬多字的 因為原品法是一句說 有些要三萬六千字 我就一直準備 因為當要馬上來報告的時候 哇 亂思無頭啊 所以說 過與不過都是不好 剛剛從 剛剛從 從前面都是法師 法師講的 我們講得很精闢 然後我現在我一直很煎熬 怎麼辦 這麼多又沒有結束 所以說我的結語是 林大同編是我們自家 自國 自社會 自團體 自國家的最好一部 方針與導師 那社會無理 社會一定亂 國家無理 國家一定亂 那我們的團體 如果沒有理 我們爭吵就不斷 爭吵就不斷 也就亂 不好意思 多站再一分鐘就好了 所以說 我們要接受教育 有教育才能知 智慧的教育 環境的教育 大自然 英國的教育 家庭的教育 社會的教育 道德的教育 品德的教育 本性的教育 都要以經 都要以真理為師 師律開示 依法不依人 依儒師道德 妙禮 視為五常八德 八自當 易經風水 來 規範我們 來學習 師律開示 若是大家遵照 理應大同編 去做的時候 相信 世界會和平 世界真和平 阿彌陀佛 謝謝 我們非常謝謝 原廠講師 謝謝他 他準備了三萬幾次 不曉得從哪裡講起 如果都給他講完 我看我們其他人 都不用講了 所以我們 下次你們 換你們上來 你就要講出重點 講出精華的 我們的法門是 知與行合一的 論壇就是知與行 我們把知道的 講出來 講就是行 你所寫的論文就是行 我們講出給社會大眾來知道 這是知 教育知 剛才我們原廠講師 講到說這個理智 我們生活在這社會上 這個理太重要了 當然有很多的重要 理是一個非常重要 我們在生活中裡面的每一個細節 你都要注意理 我們講一個坐車好了 你今天你開車 如果主人開車 你不可以兩戶戶都坐在他後面 你一定要一個來坐在他的旁邊 這就是理嘛 你怎麼可以兩個人都坐在後面 變成他當司機 是不是 你不曉得理嘛 朋友的相處為什麼到最後會反目 因為你不知道理 人相處久了 都失去了這個理 你跟他很熟嘛 到他家就隨便坐嘛 有東西拿起來就隨便就吃嘛 冰箱就隨便把人家開嘛 非常沒有禮貌 非常沒有禮貌 朋友間的相處 同修間的相處 即使你非常的熟 你都要遵守這個理智 連夫婦都一樣耶 要尊重禮耶 我們生活上就是因為很多不知禮 像我們要買東西 要坐車 你要排隊啊 禮是尊重他人嘛 你後來你馬上把他插隊插前面 非常不知道禮貌 越落後的國家 越落後的人民 就是越不知道禮 都不守規矩 吃個飯 一定要有禮耶 吃飯有吃飯的禮節耶 夾菜有夾菜的禮節耶 都要學習啊 都要學習 這都是品德教育 你看日本311的災難一來 他們要到超市買東西 一樣排隊 眼睛看到那個麵包只剩下三塊 我排到第五位 麵包剩下三個喔 他排在第五 當然他買不到嘛 他一定乖乖 還是站著排 排到他前面 店員跟他說沒有了 他才走開 在這種災難的時候 就可以看到一個民族 我們今天唯信聖教就是要教育台灣的人民 大家要有理啊 什麼事情要尊重他人 我們要排隊 我們不能亂 我們不能搶 這種是非常下賤的行為 一搶東西 疏忽到人家到場 人家送我們面珠 一看 有兩百位 念著只有一百個耶 這時候就考驗 考驗我們 考驗我們 我們從今天起 每一個維新聖教的學員都要注重你 明明知道這個包只有一百個 我們這裡有兩百個人 你乖乖排隊 明明知道下一個你沒有分到 你也乖乖排 排到前面 停沒有 你也很高興合掌 禮嘛 連這個禮都做不到 你一經風水都不用學了 你不用學 你學這個等於都會晤 我語重心長 看到我們維新聖教 我們不能給人家講非常不能聽的話 不知道禮啊 要教育禮智 我們遇到同學我們要合掌要禮 我們遇到你的老師你要有禮 大家互相尊重 這個就是極樂世界 今天你來學習一經風水 你來誦經念佛 你才有意義 你不曉得禮你什麼都不用學了 你這書包拿著回家好了 你學的都沒有用 我跟妳講 你自己什麼災難還那麼多 你為什麼順利還這麼多不順 都不曉得你 所以我看到 我們學員還需要再努力 品德教育 要繼續辦 講的內容都跟生活有關的 來教育我們自己的同修 我們一樣教育台灣的人民 大家都能夠品德教育 好我們今天全部的論壇到這裡 一個圓滿祝福各位 也希望大家平安 如意 吉祥 阿彌陀佛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